5月30日,由李玉芬、宋米琴和郭雪芙组成的Dream Girls最近推出首张EP 今日,她们现身香港举行新叠发布会 采访时,李玉芬被记者问及是否与小柱罗志祥传绯闻 她听后立即表示否认 随后她称近来时间都很紧,所以见亲朋的机会很少 没有 有没有送你的CD给李玉芬? 没有,因为我们最近都很忙,我们三个一直飞来飞去的 见到家人机会都很少,然后见到朋友机会更少 另外,被问到在生活中是否会刻意迁就某人 李玉芬听后表示,刚开始时大家在私下很少接触 但经过磨合与沟通之后,会像一家人一样生活 以前是喜欢在房间待在房间看电视 然后不会在客厅 那其实我们之后就会变成,大家其实变得很磨合之后 就会习惯住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其实三个人就会像,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坐在客厅里面啊,吃东西啊 或是做什么事情很多都会在我们共用的地方 因为以前可能都关在自己的房间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那到现在我们会一起煮东西吃 对,然后我觉得很多是需要时间去磨合沟通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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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